餓了上街招美食 左看看右看看 怎么有一家的招牌 特别奇怪 值得念 横的念 好像念不太出来 实在是好困惑 跟着记者一起来念念看 横着念记仙耕方 如果是店名 听起来合理 但下一句 先日坐船 是不是已经让你捕萨萨 再从值得来看 方船锅烧面 耕做咖哩猪 先日式盖饭 记仙猪肉羹 后面的菜名不违和 但前面好像哪里怪怪的 也让民众好奇 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一大块炸猪排铺在饭上 放上几根薯条 再盛好咖哩价 实际找到怪招牌店家 答案揭晓 每日新鲜猪做的日式盖饭 坊间都有流传的锅烧意面 原来是简称加上藏头师 藏到大家都看不出来 而同样博眼球的还有这家 一行行红字就像神秘咒语 让人看得满头问号 但读到最后瞬间笑翻 把英文车名用中文翻写 创造话题成功引起热烈讨论 还有店家喜欢用谐音来命名 可爱桥古岛 星光三叶 通通都用上 搞怪出奇招 吸引顾客眼球 除了认真做生意 比得更是 每一个店家创意 华世新闻刘汉胜许 许庭伦才能报道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